这棵松树好奇怪 上面竟然结了一个西瓜 男人把瓜摘下来 随后画成一道符纸贴在上面 西瓜突然产生反应 男人不慌不忙抽出小刀 把瓜劈成两半 而西瓜里躺着一条毒蛇 两个吃瓜群众瞬间脸色大变 相传人类曾经生活在一个鬼怪横行的时代 他们会时不时出现在人前 把见着他们的人吓得屁股尿流 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 平衡天地人鬼之间的矛盾 逐渐衍生出了阴阳师这一职业 他们通晓世间万物制定人间规则 守护人间的和平 而在所有的阴阳师中 秦明无疑是当时最闪耀的存在 强大的实力是他备受帝王的赏识 但这也遭到了其他阴阳师们的嫉妒 这天几个阴阳师故意挑衅 非要让秦明展示一下他的能力 其中一个阴阳师让秦明不动手 就把眼前的蝴蝶杀死 尽管博雅在一旁劝阻 阴阳师们还是执意要看 无奈之下秦明只得取下一片叶子 然后轻轻吹上一口气 叶子瞬间划过蝴蝶 把他消沉了两半 官员们全都惊叹不已 只有博雅因为秦明末世生命 而对他心生反感 几天之后 一个官员在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女鬼的纠缠 他让博雅邀请秦明过来除妖 博雅虽然很不情愿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见到博雅到来 秦明双手一挥 围坐在周围的三个美女 瞬间变成了纸人 见博雅十分吃惊 秦明解释道 这是他的侍神 博雅又指向院中的女孩 少女张开双臂 竟也变成了蝴蝶 原来那只蝴蝶 没有被秦明杀掉 博雅瞬间对秦明产生了敬意 之后他们一起来到官员家里 一只女鬼正依偎在官员身旁 秦明看出女鬼没有恶意 于是叮嘱两句就匆匆离去 而就在此时 深空出现异象 秦明预测到 一场灾难即将发生 王宫里 王妃生下的王子是个怪胎 孩子全身长满笼包 模样怪异 博雅找来秦明给孩子进行检查 他发现孩子的体内 被人下了恶毒的诅咒 他用笔在孩子身上画满符文 随后开始作法驱魔 一团黑气从孩子嘴里冒出 但没多久又钻了回去 原来是邪恶阴阳师滕村 在暗中捣鬼 打断了秦明的驱魔仪式 秦明再次念读咒语 双方开始互相斗法 最终还是秦明更胜一筹 黑气从孩子口中窜出 在秦明的控制下 将其封进了轻音的嘴里 为了找到下咒的巫师 秦明将秦明带回家中 用钢钉把黑气再次逼了出来 藤尊自知身份暴露 第二天就以想要杀害亲王为由 把秦明抓了起来 秦明监视部队睁开束缚想要离开 大臣派出侍卫准备动手 好在亲王出面替他们解了围 然而就在三人打算离开的时候 藤尊却偷偷控制士兵偷袭他们 秦明不慎被砍身亡 回去了的路上伯雅低头自责 而一旁的秦明却忍不住大笑 国亚不解的看向车内 死去的清音竟然活了过来 原来清音拥有长生不老之躯 150年前清音的丈夫梁亲王 被人诬告谋反含冤而死 梁亲王死后怨念不断堆积 在京都降下了灾祸 为了镇压怨灵 清音被迫吃下鱼人肉 负责终日看守亲王的坟墓 防止他的亡魂复活 而计划失败的同村依然贼心不死 他施法控制一只女鬼 让他把稻草人盯在树干上 扰乱王贡的安宁 得知王宫出现混乱 清音决定再次出手 他扎出两捆稻草人 想以此骗过女鬼的眼睛 女鬼进入宫殿 把钉子刺进稻草人的脑袋 然而关键时刻 王却因为害怕发出了声响 女鬼发现自己被骗 露出了可怕的獠牙 变成了可怕的厉鬼 他露出尖角獠牙 想要把君主吃掉 伯雅护主心切 用手抵住女人的嘴巴 随着伯雅的呼唤 女人渐渐恢复了理智 原来伯雅非常喜欢吹笛子 而女人非常欣赏她的笛声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 伯雅向女人表明了心意 女人虽然很感动 但她却爱慕着君王 无奈的是君王把她抛弃 最终女人由爱生恨 被人利用变成了恶鬼 好在伯雅的呼唤 让女人重新恢复理智 但女人已经无法面对伯雅 选择自我了结 而另一边 秦明射出一只飞剑 剑士朝藤村射去 却被她的乌鸦挡了下来 接连的失败导致藤村精神失常 她来到梁亲王的墓地 捣毁了镇压梁亲王的石像 天空发生异变 随着巨大的爆炸 藤村被梁亲王附在了身上 梁亲王来到墓地 召唤无数的怨魂朝王公飞去 侍卫们准备迎击 却被怨魂附身 变成了厉鬼 面对来势汹汹的亡灵 王公顿时乱作一团 而另一边 伯雅遇上了侵入王公的梁亲王 但身为凡人的她 根本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对方射中 倒在了地上 当清明赶到时 伯雅已经没了气息 就在清明赶到 无能为力的时候 清音主动献祭生命 这才救回了伯雅 他们再次拦住梁亲王 把她的魂魄 从藤村体内换出 清音的魂魄 与亲王再次相见 最终在清音的劝说下 梁亲王放下心中的怨恨 随着清音离开 邪灵退散后 天空也恢复了原样 而失去力量的藤村 依旧富与顽抗 清明将她引诱到院子里 布下阵法把她收服 藤村自知无力再战 自稳在了当场 电影上映于2001年 讲述日本平安时代 阴阳师的故事 影片根据梦枕魔 阴阳师系列小说改编 是一部口碑上好的佳片